好 回到现场我们继续来讨论 这是法国媒体的报导说 在福建舰之后 中国第四艘的航母 已经开始建造了 依旧是常规动力 另外呢 陆美的说法是 福建舰在建造过程当中 曾经由蒸汽弹射 改成电子弹射 影响了甲板调度的效率 所以现在估计第四艘的航母 就会来解决这项短板 这个部分请教一下丽将军 我先说明一下 其实航空母舰到底要用 核动力还是常规动力 我觉得要依据国家的需求来 各有各的优点 不是说一定核动力就优于 常规动力 核动力有它的缺失 它缺失什么 当然它的优点 就是说我可以长时期 在海面上面活动 我不需要加油 不需要做补给 可是它还是要做一些 比如说官兵人员 食物的补充 饮水用水的补充 甚至于说你舰载机的航游 舰载机的航空用游 还是要做补充 不是那只是说船的动力来讲 你不需要加船游 可是其他方面来讲 还是要做补给 做补充 不是说完全都不用了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它的缺点是什么 它缺点就是说 只要一轮到税修的时间 那就很长 可能你搞个四五年以上 我们看美国的核子动力航母 它只要是说大修来讲的话 大概都四五年以上 因为你要换核子反应炉来讲 不是那么简单的 第三个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缺点就是它拆的时候很麻烦 你那核子反应炉你怎么拆 到现在为止第一艘核子动力航母 停在那边已经摆了十年了 它还没办法拆掉 因为核动力我不晓得怎么办 就像是这个情形来讲 都是核动力航母 它必须要面临的一个解决问题 当然这个常规动力来讲 当然跟它刚好相反 它税修时间又很短 可能最多最多大修 大概一两年它就可以 我们现在看到 经常看到辽宁舰 或三中舰来讲的话 可以这个尤其是辽宁舰 服役已经十几年了 大概就是回去那边 顶多一两年以后 它就可以出来继续执勤 所以这常规动力有它的优点在 那究竟要采用常规动力 还是核动力 我觉得必须要结合你国家的 国家的一个战略需求 那美国来讲为什么要用核动力 因为它面临的是两大洋 它这边面临的是大西洋 这边面临的是太平洋 那它作战的国家战略目标 都是什么 就是要推过这边来讲的话 大西洋那边要推到 这个欧洲那边去 这边要到这个中东地区去执行 它战略构想是推到那边去 不要在我美国本土打仗 那太平洋这边 它就要推到这个第一岛链这边来 所以它需要航行的动力时间都很长 很远 所以它必须要采用核动力 那中国来讲我觉得是说 用这个常规动力来讲 其实也够用了 为什么讲呢 因为中国我觉得它的国家战略构想 就地形来讲的话 它面临的只有说是第一岛链 就太平洋这边 所以它不是说是要面对两洋地区的作战 第二个它国家战略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现在很可能就是 还是一带一路是为主轴 也就是说它目前来讲 只要确保到这个东边来讲的话 它能够突破第一岛链 甚至于威胁到你第二岛链来讲的话 它就够了 它没有说是要到美国的本土 这个西海岸那边去做威胁 它没有那个意思 所以我不需要那么大的航程 那另外往这个印度洋这边来讲的话 它大概沿路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它海上丝绸之路嘛 所以海上珍珠裂 那这一连串来讲 它只要在这个地方印度洋 或者是南太平洋那边 南海这边它有可以找到一些的这种 它的海军的基地来讲 可以做它油料的补充 我觉得就可以达到它的国家战略目的 所以权衡来讲的话 我至少就像是我们有钱了 当然去买一辆很好的这种 保时捷的跑车来开 但是如果说我纯粹当作上下班的 交通工具来讲的话 我觉得Toyota车对我们来讲 凑凑有余了 所以我不要去花那个钱 浪费那个钱 因为我只是当作上班优 那中国来讲现在战略构想 它没有要威胁到美国 这很明显 它也没有要威胁到欧洲那些国家 北大西纹公业组织那些国家 它要的只是海上的护航 就是我海上的运输来讲 能够很顺利的 不要被海盗抢 不要被你们国家威胁 当然如果说是就我们台海问题 来讲的话 它希望能够这个目标来讲 可能就是我将反介入跟拒主战争 是它国家战略目标 那我个人觉得说是 它的常规动力来讲 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是 第四艘航母来讲用常规动力 是应该这种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而且是可能性极高 因为当然一般军民来讲会觉得说 我核子动力好像就是很伟大 其实不见得如此 那我们呢就是钱要花在刀口上 你这个发展核动力来讲 你要花的钱更多 那常规动力来讲 现在来因为有辽宁舰 有山东舰 它也都是常规动力 所以这是技术非常成熟的 那我觉得中国现在来讲 它要什么 航母是要的是快 它不见得是要远 要跑远 快的话怎么样 就是我在既有成熟技术之下 我继续来这个来堆叠 小步快跑 我既有技术之下 我可以不停的一直开舰 这次来讲可能我在上海这边来造船 江南造船场 然后之后我看到辽宁这边造船场来造船 然后如果说是我既有的设计图 既有动力系统我都可以用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以它来讲的话 可能在这个12艘航母的可能性来讲可能很快 它会见到 那目前来讲人家预测第40艘航母应该已经开工了 嗯已经开工了好接下来呢我想请这个亮哥帮我们想一下中飞 在这个南海当中的情势 现在呢中国万顿的巨舰炮衣已解 而且呢这个逼近了菲律宾 现在呢全舰是进入所谓的战备状态 但是呢现在菲律宾又想要在掀兵礁来作谈 因此外界就说7月2号中飞不是才磋商南海问题吗 当时菲律宾总统还下令说军方应该要降低南海紧张 为什么现在菲律宾又大胆起来了呢 好有人解读是因为这个非日双方防长还有外长2加2会谈之后 日本又给了菲律宾一些底气 好另外大陆有指控菲律宾的军舰长情在燃岸礁非法作谈 现在已经影响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珊瑚礁的生态系统了 我那个44公尺的海警船能干嘛呢 中国大陆并没有 并没有针对这件事情立刻做回击了 不过中国大陆昨天公布了一个 有关那一艘船 在这个仁爱礁附近造成海洋污染的一个生态调查 我觉得它就是在 在累积它的正当性 就是我交给环保部 先去调查海洋生态 用摇杆卫星还有现场的照片 然后就直接向菲律宾政府提出呼吁 说这个船已经造成海洋污染了 那请你们拖走 那这个意涵的就是你如果不拖 那我就用环保为理由把它拖走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针对这种小打小闹去处理 因为意义不大 那它能干嘛 你海警船进来绕一下又回去 又能怎样 那先兵礁那个坐摊的船 你只要 因为现在时间大概差不多一两个月而已啦 他会先处理仁爱礁那个船 因为我认为这个动作蛮不寻常的 就是环保部门 费那么大的劲去写一个报告 而且出示很多照片 那我觉得他就是准备国际舆论战要用 就表示菲律宾如果不自己执行 那对不起我要执行 那我就对国际讲 说这已经造成海洋污染了 他要用这种理由 那当然我认为那个菲律宾的那个上面的 他好像有一连的官兵嘛 他会不会做抵抗 那这也是一个争议点 那中国大陆一定会对国际诉求说 他愿意做人道救援把他们载走 那可是他还是要基于环保的理由 把这个船拖走 我认为应该会在两个月内就会发生 所以你觉得下一步的动作就是拖船 应该是这件事啦 不然没有必要写那个报告啊 而且我觉得他本来就想要用人道处理 就是说会不会来个台风啊 可是很奇怪最近台风都不来这样 二十几年不来 因为那个地方如果有台风啊 那那个船就摇摇晃晃 他可以进去救人啊 借机就把你弄走啊 可是都没有发生 我觉得他本来的想法是 如果有台风啊 有那个天然灾害啦 我就可以用这个救灾的理由进去 把你强行拖走 那现在没办法自己自己来这个 用环保当理由啦 所以我认为应该时间不会拖太久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监控哦